伸展练习有多种形式 跑步者掌握正确的练习方法 对进行锻炼是非常有益的 在本视频中 您将学会一套静态伸展运动 从而更好地放松您的身体 请在跑步结束后两小时之内做伸展运动 我们将会为您展示如何拉伸每一处在跑步中用到的肌肉 从而更好地放松身体 第一 虎四头肌伸展运动 首先左手撑在树干上 双腿并拢 右腿向后踢 右手抓住右脚 右脚后跟尽量靠近臀部 保持这个姿势八秒钟 同时挺直后背 然后放松换另一条腿 第二 腿后肩伸展运动 右腿向前伸直 右脚先朝上 脚后跟用力踩在地上 微微弯曲左腿 上半身也稍稍前轻 尽量向右腿靠拢 双手放在大腿上 保持身体平衡 同时也能更好地感受到肌肉被拉伸 保持这个姿势八秒 然后换另一条腿 第三 内收肌伸展运动 双手插腰 双脚分开 两脚距离约一米 弯曲左膝盖 慢慢地屈膝向下蹲 同时始终伸直右腿 保持这个姿势八秒钟 然后换另一条腿 第四 小腿伸展运动 双手撑在树干上 弯曲右腿 同时左腿向后伸直 双脚在同一直线上 骨盆向前 挺直后背 左脚后跟不要离地 保持这个姿势八秒 然后换另一条腿 为了加大练习的难度 您可以把腿信量地向后伸 越远越好 第五 腰部伸展运动 请盘腿坐在地上 低头 双手放在膝盖上 挺起胸和后背 保持这个姿势 然后摒息六秒钟 第六 后背伸展运动 请站直 双脚分开与肩同宽 双膝略微弯曲 双手食指交叉 向前伸直 掌心朝外 同时向下低头 第七 双臂伸展运动 右手放在左肩膀后 左手搭在右手的肘关节上 向后推右手臂 一直到右前臂与地面垂直 挺直后背 保持这个姿势八秒 然后换另一条手臂 现在您就学会一整套放松身体的伸展运动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